大家好 据最新报道 美军一架F22在佛罗里达州坠毁 据俄罗斯通信卫星社的消息 当地时间5月15号上午11时 美国空军一架参加抗议飞行表演的F22隐形战斗机 在佛罗里达州坠毁 这架飞机隶属于埃格林基地的第43战斗机中队 当时他正与F35和T38一起编队飞行 飞过佛罗里达州华尔堡 华尔堡 当地的观众发现F22不见了 随后发生了坠机事故 那么现在报道呢 俄罗斯通信社报道是飞行员跳伞 然后被送往了这个医院 美军刚开始是默认了 默认 飞机坠毁 但是后来又改口 改口称没有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飞行表演 就为了抗议 美国人喜欢这个在抗议期间提高士气 喜欢用什么B2 F22 B52 F22 从你脑上飞过去一下 这样你就 你就高潮了嘛 这回飞过去是F22 F22 结果没有降落 直接坠毁 这架坠毁的飞机是美军 F22 入役以来坠毁的第6架 之前已经坠毁过5架了 之前2004年12月份坠毁过一次 09年坠毁过一次 10年11月份坠毁过一次 12年也坠毁过 18年也坠毁过 那么这个等于就是说 第6架了 所以这个F22已经 第6架飞机 这个F22总共生产了8架试验机 187架量产机 已经摔了6架了 187架 很多人觉得这个F22很厉害呀 但是F22 俄罗斯卫星通讯网的新闻里也说了 F22是21世纪20年代需求的 它是为了满足 头20年需求的 就是在2020年之前 它还算有先进的 但是后续向俄国和中国的 隐形战斗机量产以后 有一些功能还有一些 这个 设计上已经超越了F22 你比如说这个射程 这不是不是射程啊 叫飞行半径 F22 跟俄国和中国的这个隐形战斗机比 腿短 就是它呀 飞行半径短 它必须得 基地靠近什么 靠近敌人的这个 作战基地 就是我起飞的机场 得靠近你 我才能去打击你 比如说2000公里 那如果我的导弹 中国的导弹和俄国导弹 超过2000公里 那F22对我没影响 你起飞的基地 你记住F22得起飞 它的起飞基地 超过2000公里 我导弹可以先把F22起飞机场毁掉 那F22就不可能起飞了 所以它这个腿短的问题 非常严重啊 所以F22在冷战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它是冷战思维设计的 但是现在已经不适应了 不适应于现在新情况 难伺候非常贵啊 F22那个好像是说 每更换一次零部件都是 上亿美元 这个这个 伺候然后信息感知能力差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是 过 以前的嘛 所以设计上它这个技术 包括现代化的这些 电子设备 系统 它肯定是与现在重新 重新设计起来 思路的不同 你想 它设计时候应该是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人和现在你用手机 用PID 看这个世界 或者想这个世界的 它那个思维不一样 你知道吧 设计出来东西它也是 它能想到的东西它有限 这个这个 时间限制你的想象力 所以和现在这个 后面后起之秀 像俄国呀中国的隐形战斗机 比起来 F22现在缺点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我告诉你 F22的这个生产线已经停了 工人都潜散了 就是F22在美国再也不可能再生产了 一共是182架 摔一架少一架 而且这个飞机呀 我告诉大家这个飞机 用起来非常贵 腿短 所以F22不是没有缺点 所以大家对F22要重新认识 它必须前言不数 它如果 飞过来想要作战 必须打到 飞行半径 在我这飞行半径内 如果超越了飞行半径 那这架F22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 其实现在在中程弹道导弹和这种 火力覆盖下 这种F22靠机场生存能力已经很弱了 所以后续美军研发了F35 F35也是一个问题 腿短 但是F35可以垂直起降 这样就弥补了腿短 所以你看F35是为了弥补F22的 腿短的 这个 缺点 所以它垂直起降 它可以 被这个跑道啊或者是 基础设施对这个 跑道啊机场啊要求不太不太高 所以它可以在前沿部署然后前沿垂直起飞 就可以去轰炸 F22不行 F22虽然很厉害比35厉害 飞起来以后 但它要飞不起来怎么办 所以你想到了吧 所以任何兵器啊 都有缺点 那么这是第6架了啊 为了抗议啊美国 舍得花钱啊 这个架F22我看 它的重量都比 都得比黄金还 说是 B2不是重量是黄金的两倍吗 价值 价值是 B2的重量的两倍黄金的价值 那这个F22我估计也差不多 至少得 得是等重的黄金价格 哎呀 可能比黄金还要贵啊 美国人明明抗议 真是用心良苦 今天也介绍了一下F22 还是希望飞行员安全吧 毕竟 好心嘛 人家出狱 飞行表演提振士气 但是我觉得美国也做面子工程 美国人其实啊 中国愿做面子工程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啊 面子工程做的也挺多 你别老嘲笑中国 美国你看 抗议结果 F22摔了 这看来也不是飞行员的问题 还飞机的问题 不行 俩人都没问题 美国美国扫兴一切 咱们能有问题吗 行了 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大新闻 F22摔了